眼前这位小哥在结婚的前一天 给已经去世的外婆发了一条特别的消息 亲爱的外婆,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如果您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就变成一只蝴蝶停在我肩上吧 那时我就会知道是您来了 我好想您 第二天,小哥在婚礼上哽咽着提到这件事 而就在这时,一只白蝴蝶不知从哪飞了过来 开始小哥还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直到那只蝴蝶缓缓落在他胸口 如同外婆苍老的手,金斧般搭在他的胸口 这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让小哥不禁失声痛哭 或许外婆他真的回来看自己了 同样让人破绑的还有下面这个故事 一只十块钱一斤的小狗 即将被蹲上餐桌 一位小姐姐实在不忍心 于是花了三百元将他救下 而怕真的小狗被带回家后 面对靠近的小姐姐 还是会下一时的刺牙咧嘴 即使小姐姐每天都细心照顾着他 一次,小狗对着小姐姐刺牙咧嘴的一幕 被同样是小姐姐收养的小猫咪 二条看见了,二条二话不说 直接上去给狗子帮帮两拳 自那以后,小狗就自己学乖了 再也不敢对着小姐姐吃牙了 乐开花的小姐姐 也因此给狗子刺名帮帮 从那以后,帮帮像是真的被二条打服了 成了他的忠实小跟班 一茂一狗,渐渐变成了不可分割的好伙伴 可好景不长 一个晚上,院子里莫名出现的洞口 引得帮帮外出探险 二条放心不下 紧跟其后 然而这个洞是偷狗贼早就挖好了 他们在外守候多时 帮帮刚一肉头 就被贼人的猎犬 盯上千军一发之计 二条应有的从后方冲出于猎犬搏斗 帮帮盛即逃脱 等到女主人赶来 只见二条已伤痕累累 生命垂危 二条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帮帮 原本永远连嘴洒乐的帮帮 仿佛一瞬间失去了主心骨 即使依旧同往日班温顺 却永远紧锁眉头 二条的出然离去 像是命运之神开得毫无体现的玩笑 帮帮无法接受 被爱的潮湿 笼罩在这条孤独的小狗灵魂中 一个月后 女主人的朋友传来消息 缩减到一只被遗弃的小猫 样子竟与二条惊人的相似 而女主人一看照片 便毫不犹豫地领养了回来 而那只流浪小猫一见到帮帮 竟然就像二条生前那样 对着帮帮的头 帮帮两拳 帮帮先是一刃 随即同捧瞬间绽放出功芒 帮帮是一个笨小狗 这两拳是帮帮对二条的所有回应 二条是不是回来了 帮帮这样想着 从此寸步不离小猫 二条仿佛一轮回搬回到帮帮身边 帮帮也再也不允许她受到任何伤害 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 这是一个让无数网友 都在蓝泪下的故事 眼前这位小姐姐在下班途中 遇见了一只被丢下的小奶狗 小狗瑟瑟发抖的可怜样子 让小姐姐于心不忍 便只好把她带到自己工作的工厂里 用废旧指向搭了个简陋却温馨的小窝 还细心装上门帘防风 外头摆上木板挡挡夜风 小狗这样就算有家了 然而第二天小姐姐早上到了厂里 却不见小家伙的踪迹 又听同事说昨晚小狗叫声凄惨 想了一夜 这个让小姐姐心急如粉 翻遍了整个场区 幸好最后在个小角落里找到了她 小狗怕生 刚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也难免会害怕 于是小姐姐掏出火腿常哄她 顺便给她起名来扶 希望她能带来好运气 不认识给自己还是给她打 那以后 来扶充当起了工厂可活动的十四指 每天雷打不动地蹲在门口 迎接小姐姐上班 下班时又依依不舍地望着小姐姐离开 她聪明得很 知道不能让主人担心 每次小姐姐一转身 她就乖乖回到自己的小窝 天气一冷 小姐姐还给她升级了装备 换了个泡沫箱子 还担心小狗会冷 又给小狗铺了一个 自己新手吃的小毯子 吃得完的也一个没落下 来扶对这些离物宝贝的不行 天天搬进搬出的 热死不疲 在小姐姐的呵护下 来扶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狗狗 慢慢地 来扶在工厂也有了自己的小伙伴 成了大伙的开心果 在小姐姐的精心照料下 来扶一天天长大 也越来越调皮捣蛋 小姐姐在忙 也会抽空陪她洗个澡玩一玩 尽管这家伙洗完澡 嘴眼就能滚成泥球 小姐姐嘴里抱怨 可眼里全是宠溺 来扶渐地沾上了小姐姐 成了她的小尾巴 有一天小姐姐上班 来扶竟然没出来接驾 这可把她急坏了 到处找也没找到 将她带回家里了 小姐姐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转眼又想到 来扶可能真的会被当成流浪狗拐走 于是给她亲手编了一个链子 专业冬天到了 小姐姐又给来扶加了床 厚厚的垫子 小家伙尾巴摇得像是装了马达 别提多幸福了 在小姐姐身边 来扶总是睡得特别香 她渐渐长大 附近的草地成了她的游乐园 每次去都能疯完到不想回家 来扶开始往外溜达 但无论多晚 她都会记得回家 小姐姐担心来扶冷 给她做了件红烟烟的小衣服 穿上后来扶憨憨的样子让大家直了 虽然刚开始有点别扭 但看到小姐姐的笑容 来扶也高兴 之前给她做的像圈小了 小姐姐又做了个新的 但来扶却不肯放弃旧的 对她来说 小姐姐给的都是饱 小姐姐还在院子里种了两棵树 约好了明年一起看花开花落 可命运弄人 来扶突然病了 是犬弯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惊的词 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烘击在小姐姐身上 虽然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 然而小姐姐却还是坚持给来扶治疗 不分昼夜的守候 几乎用尽了所有 但并模无情 来扶的病情没有好转 反而日益加重 一个夜晚 来扶因为疼痛而颤抖 小姐姐心如刀割 一声提议让她安乐离开 这几个字对小姐姐来说如同千斤重锤 她舍不得 她犹豫 但她更不愿意看她受苦 最后小姐姐带着来扶 去了她最爱的那片草地 那里成了他们告别的地方 来扶安静地躺在她的怀里 最后一次感受着人间的温度 故事的最后 小姐姐的泪水模糊了镜头 她哽咽着 对那些关心来扶的人 说了一句感谢 然后静静地陪着来扶走相声 命的末尾 跟那些粉丝们说 说 谢谢你们喜欢我啊 对不对 说谢谢你们喜欢我 我会记得你们的 对不对 可是我没扛住 对不对 说谢谢大家喜欢我 我也愈心不忍 来扶走了 安眠在那片充满了 回忆的草地下 那里个尾巴草轻轻咬咽 仿佛来扶在说我一直都在 从一次有一开始 疑似心痛地告别结束 来扶的生命虽短 却在那个冬日温暖的 小姐姐的世界 也在无数人心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她化作风中的尘埃 却在记忆地向村里永恒 在这里都没有 我会看到 您可以试图的 方式的尘域 我们将来试图 留下了不可磨灰的 顺便 在一下子时 是